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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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罗瑞卿的脸都气轻了 用四川挂指着泡兵副司令说 啥子啊 你咋个搞的吗 那位泡兵副司令紧张得满头汗水 结结巴巴的说 手掌是一枚故障弹 罗瑞卿说 你咋个知道是故障弹 为什么不事先检查好 一不 懂安全第一吗 那位泡兵副司令下不了台 主席来上一时气氛紧张 这时候 徐向前向府席台的人们招招手 让大家坐下 然后慢条丝里的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发生点事故是正常的 常有的 接着 问那位泡兵副司令 还有几发 泡兵副司令说 还有两发 徐向前和蔼的说 接着打 接着打 徐帅为泡兵副司令 接了回 也使罗瑞卿秘书长下了台 第二天 泡兵的领导觉得惊吓了首长 出了事故 打电话给徐帅 要登门去道歉 徐帅坚决不让去 说这是个小事 也是正常的事 不必道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